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思考快与慢》 从这个书名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本讲思考的书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思考、判断和拿主意了 但是您知道吗?我们以为能驾驭自己的思想 但实际上却经常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今天这本书正是教我们了解大脑运行的基本原理 帮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本书作者叫丹尼尔·卡尼曼 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曾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很有意思啊 作者是一位心理学家 我们今天要讲的书也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心理学书籍 那这可就奇怪了 一个经济学的外行怎么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了呢? 简单来说吧 就是因为他的研究超越了心理学的范畴 影响了经济学的思维模式 对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经济学里有一条基础假设 那就是每一个从事经济行为的人都是理性人 大家都力图用最小的经济代价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但丹尼尔卡尼曼却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是总是理性的 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做着非理性决策 比如一套餐具有五个盘子都完好无损 另一套有六个盘子 其中一个是坏的 在理性人看来这两套餐具的价格应该一样吧 但实际上人们愿意为后者出的价格远远低于前者 仅仅是因为那个坏掉的盘子让人心里不舒服 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心理学的范畴 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 思考快与曼这本书就集中展示了丹尼尔卡尼曼的思想精髓 经济学人杂志甚至把这本书里的内容和达尔文进化论 哥白尼日新书相提并论 在这本书里 他用严谨的学术语言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奇妙的思维世界 我们今天也将顺着原书的思路讲解四个部分 第一 什么是思考的快与慢 第二 大脑的运行模式引发了哪些直觉缺陷 第三 如何避免这些直觉陷阱进行理性决策 第四 如何利用大脑的操作原理丰富人生体验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思考的快与慢 思考的快与慢 其实是指大脑的两套操作系统 丹尼尔卡尼曼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 我们的大脑并不是简单地服从一套指令 而是同时存在着两套操作系统 他把这两套系统命名为系统一和系统二 其中系统一被称为快思考 它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 运行起来也不费什么脑力 比如说我们能够瞬间地察觉对方的脸色 辨别突然冒出的声音等等 那系统二被称为慢思考 指的是学习和深思熟虑这些费脑力的操作 书的名字思考快与慢对应的就是这两套系统 想要更直观地了解这两套系统 可以先尝试回答下面这道思考题 如果球拍和球共花11块钱 球拍呢比球贵10块 请问球多少钱 如果仅凭直觉来回答 很多人脱口而出的答案是 球价值1块钱呀 但如果慢下来仔细地算一下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要是球花费1块钱的话 那比球贵10块的球拍就是11块钱了 两者加在一起就是12块钱了 与假设不相符 那正确答案是 球价值5毛钱 球拍价值10块5毛钱 怎么样反应过来了吗 如果你回答错了也不要沮丧 因为包括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在内的上万名大学生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给出了正确答案 当我们凭直觉不假思索地回答一个问题 比如刚刚脱口而出的球价值1美元时 就是系统1快思考在进行操作 当我们开始仔细地思考或者检验这个答案 也就是拿出笔认真计算的时候 就是系统2在起作用 了解什么是系统1 什么是系统2后 你觉得我们平时使用哪套操作系统更多一些呢 这个答案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虽然我们都推崇理性 但实际上我们的大脑里主角是快思考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关键就是用脑是一件特别损耗能量的事 而我们的能量有限 所以总是会优先选择用最少的力气来解决问题 能不动脑就不动脑 这几乎是所有人的通病 从节能的角度来看 你就会发现系统1的巨大优势了 为了节省日常生活中的脑里损耗 快思考会让我们根据以往的生活经验 形成无数下意识的反应 来使我们的生活解化 比如我们每天睁开眼睛 不用再思考一遍要如何穿衣服 挤牙膏和上地铁 系统1已经把这些事情 变成可以一键执行的自动程序了 我们在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体验 当某一个东西突然向你飞过来的时候 你会本能地往后退 用手来遮挡关键部位 除此之外 系统1还能察觉出 限制世界中的一些简单关系 比如这个房间似乎比内间大一点 这两个小朋友的年纪差不多大等等 除了睡觉以外 系统1几乎是全天在线 而且无法关闭 这就决定了 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总是系统1先出面 没有办法绕过系统1 让系统2直接处理 要是系统1认为 自己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那基本上也就没有系统2什么事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人总是非理性的根本原因 只有当我们遇到复杂一点的问题时 我们的系统1才会向系统2求助 那系统2虽然靠谱一些 不过这种靠谱也是有代价的 相比系统1 慢条思理的系统2 更像是一台十分耗电的发电机 会大量占据和消耗我们有限的注意力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叫做消失的大猩猩 讲的就是这个现象 说一位老师让学生观看一段 橄榄球赛的录像 要求他们数出对圆传球的次数 看完之后 老师问同学们 在刚刚的录像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大猩猩 所有人都说 没看见呢 当老师重放这段录像的时候 学生们发现 果然有一个人扮演的大猩猩 在球场中间收舞足蹈 那明明有大猩猩 为什么学生会视而不见呢 因为学生们在调用系统二统计时 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 无法处理其他的事情 试想一下 如果你悠哒悠哒地在外面散步 突然间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他严肃地问你 明天大会打算说些什么 这时你会发现 你的脚步已经慢慢地停了下来 因为一旦走快就会分神 无法盘算老板问你的事情 就算把任务交给了系统二 只要出现精力不济的情况 系统二就会中断 问题还是会回到系统一的手里 快思考的模式会继续把控人的行为 那我们就接着讲第二个问题 快思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脑的运行模式引发了哪些直觉陷阱呢 第一个陷阱叫认知放松陷阱 是说一个人处在不需要调动系统二的环境里 更容易达到一个放松的状态 对眼前的事物产生好感和信任 比如你刚接触了一个相貌凶恶的同事 一刚开始可能对他很抵触 但时间长了发现 哎这对方人还不错 再看他的长相 也就没那么不顺眼了 在心理学上这叫做曝光效应 重复接触一个事物 慢慢的熟悉就会喜欢 再来举个例子 我们听只要能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 就没有什么完不成的事这句话 很明显就没有人心奇 太山仪听起来更有说服力 因为这几个字让人瞄懂 我们的认知状态很放松 认知放松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不谨慎 可能因为广告的画面精美 就轻易地套了腰包 因为字体模糊 就否定一个有价值的商业报告 因为熟人介绍 就把全部身家投给一支风险极高的股票 那这些做法都可能让我们蒙受一笔 不小的损失 除此之外 当我们遭遇过某种小概率事情后 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我们也会认知放松 变得不以为意 比如作者曾在外出度假时 巧遇了老友乔恩 他当时非常的惊讶 回家两周后 在影院又一次碰到了乔恩 那这一次就没有什么惊喜的感觉了 因为乔恩在他的心中的意想 已经变为只要外出就会遇见的人 这就是认知放松带给我们的错觉 这时系统二也比平时更懒惰 我们应该格外小心 好 我们再来讲第二个陷阱 自动替换陷阱 我们说过 系统一非常不擅长解决难题 不仅如此 在遇到难题时 系统一不会马上把球踢给系统二 而是用另外一个简单的问题来替代 把这个答案直接当成 对那个复杂问题的回答 比如当被问到 某人算是好人吗 回答者可能一时很难判断出来 所以他会把这个问题替换成 他对我好吗 这类简单的问题 再比如 如果问你 愿意为保护海豚捐多少钱 你也许不太好回答 要是替换成 一想到海豚被猎杀 你有多愤怒 可能会根据此刻的情绪 捐一笔钱 我们就是这样 无意间欺骗了自己 也对别人产生了偏见 自动替换陷阱 引发了很多心理学效应 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刻板印象了 刻板印象是说 我们习惯用一些典型或者局部来代表整体 好比看到某个人身上有很多纹身 就觉得他肯定学习不怎么样 网上经常出现的地狱歧视 什么某某地方的人脾气特别差 某某地方的人最喜欢斤斤计较 这些都是一种刻板印象 说白了 这些偏见都是因为系统一偷懒 把简单答案替换给复杂问题造成的 相比全面的了解一个人 贴个标签 实在太容易了吧 除此之外 自动替换陷阱 还会衍生出一种光环效应 光环效应是说 因为对某个人的第一印象很好 就推测出对方什么都好的结论 比如我们可能对一个人的管理技能一无所知 仅仅因为听过一次对方精彩的演讲 就觉得他很能干 又或者因为看了一份优质的咨询报告 就做了一个重大的投资决定 而没有意识到 其实目前自己掌握的信息还是比较少 总的来说 自动替换陷阱 常常让我们以偏概全 用个人经验 替代客观的概率评估 导致我们判断失误 或者损失重要的机会 大脑的第三个认知陷阱叫做 锚定陷阱 这个锚是传锚的锚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帮助你理解 作者曾经做过一项实验 他制作了一个从一到一百的数字转盘 找来一些学生随意转动这个转盘 当然了 转盘是被做过手脚的 这些学生只能赚到两个数字 10或者65 然后这些学生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卡尼迈让他们估算 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百分比 结果之前赚到10的学生 给出的平均值是25% 赚到65的学生 给出的平均值是45% 很明显 这些学生给出的数值 受到了之前转盘数字的影响 那这种现象也叫做锚定现象 其实锚定陷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有两家州店 每天来往的顾客数量都差不多 但结算的时候 总是一家州店的销售额高于另一家 探奇究竟 原来效益好的那家服务员 为客人称好周后 总会问 您是加一个鸡蛋 还是两个呀 而另外一家州店的服务员则是问 您加不加鸡蛋 接受到第一个问题的客人考虑的是 加几个鸡蛋的问题 而接受到第二个问题的客人考虑的是 加不加鸡蛋的问题 考虑的问题不同 答案自然也不同 第一家州店就是这样 不知不觉的多卖了鸡蛋 增加了销售 这就是锚定的厉害之处 再来举个例子 一种新产品面试 如果它左右都是高端商品 那么十有八九给它订高价 会被消费者接受 相反 如果它被放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与价格低廉的商品摆在一起 那即使质量超群功能强大 也很难被判定是一个好的产品 就连我们自己 有的时候也会特别在意 我们在公众场合亮相时 和谁在一起 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会锚定 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个陷阱 框架陷阱 这可以说是上一个锚定陷阱的升级版 这是说我们的系统一 不太擅长分辨 只知道眼见为实 所以客观上相同的问题 如果使用不同的描述 就会导致人们做出不同的角色判断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 有个笑话讲的是 一个吝啬鬼不小心掉进河里 好心人巴在岸边喊道 快把手给我 我把你拉上来 但这个吝啬鬼 就是不肯伸出自己的手 好心人开始很纳闷 后来突然反应过来 冲着快要沉下去的吝啬鬼大声喊 我把手给你 你快抓住我 这个吝啬鬼 一下子就抓住了好心人的手 其实啊 这个笑话就是一个典型的框架陷阱 虽然本质含义一样 但因为表现框架不同 就会导致人们的感受不同 认为他们有差别 再比如有这样的两句话 第一句是 手术后一个月内的存活率为90% 第二句是 手术后一个月内的死亡率为10% 虽然他们描述的是同一个意思 但前者比后者更让人觉得安心 这是因为框架陷阱里面 包含了一个心理学现象 叫做损失厌恶 是说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 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 所以在框架陷阱里 描述方式倾向于损失的说法 更容易让人嫌弃 再来举个例子 有两个加油站 加油站A 每升汽油卖6元 但如果以现金的方式付款 可以得到每升1元的折扣 加油站B 每升汽油卖5元 如果以信用卡的方式付款 则每升要多付1元 显然从这两个加油站中的任何一个 购买汽油的经济成本都是一样的 但大多数人认为加油站A要比加油站B更吸引人 因为加油站A有折扣 给人感觉是与某种收益联系在一起 而加油站B要加价 则是与某种损失联系在一起 所以很多企业在进行价格定价 或者促销时 都将商品与收益 而不是损失联系在一起 来激励消费者的非理性购买行为 我们就是这样 在不知不觉间被算计了 好 就是这本书中写到的 四个主要的直觉陷阱 认知放松陷阱 自动替换陷阱 锚定陷阱和框架陷阱 想完全避免快思考 带来的直觉错误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遇到重大事情时 我们要尽量调动我们的系统二 进行理性决策 那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就来聊一聊 到底如何才能做出理性决策 我为你总结了三个方法 著名的投资家查理芒格 有一个观点 意思是说 想要获得幸福很简单 只要知道 怎样会让自己不幸 然后避免就行了 同理 我们想做出理性决策 第一个方法就是 尽量避开刚刚提到的直觉陷阱 比如为了避免认知放松陷阱 可以努力养成 多和别人交流 参考和采拿外部意见的决策习惯 而不只是依赖个人的想法 对于认知替换陷阱 可以在做事之前 预先设想惨败的结果 然后仔细分析 可能被替换的原因 对于锚定陷阱 在重要谈判前 先假设所有数字 对自己都有锚定效应 有意识地用系统二 去分析和辨别 得出真正合适的数字 对于框架陷阱 我们还可以善用框架效应 营造更容易获得肯定的情境 比如你有一个大大的好消息 和一个小小的坏消息 那应该把这两个消息 一起告诉别人 这样的话 坏消息带来的痛苦 就会被好消息带来的快乐 所冲淡 负面效应也就少得多 反过来 如果你有一个大大的坏消息 和一个小小的好消息 应该分别公布这两个消息 这样的话 好消息带来的快乐 不至于被坏消息带来的痛苦 所淹没 避免非理性决策的第二种方法 就是让自己拥有概率思维 概率思维 顾名思义 就是做判断时 以事情发生的真实概率 为决策基础 而不是凭自己的主观意想 这个不难理解 但实际上很难做到 因为这往往是反直觉的 比如看到新闻上飞机出事了 就认定火车更安全 但实际上的情况是 火车出事的概率更高 处于安全考量的理性决策 还是应该坐飞机 想培养自己的概率思维 最好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 是对罕见事情不要过分关注 偏听偏信 不妨问一下自己 这类事情真正发生的概率 有多少 第二就是不要忽视 军值回归现象 军值回归是指 事物一旦高于 或者低于往常数值太多 就有极大的可能 回归到平均水平 股票投资 天际变化 比赛成绩等等 都存在着 军值回归的可能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 一两次成绩 而过分乐观 也不要妄自萎薄 最好参考 长周期来做判断 最后一个帮助我们 做理性决策的方法 叫把心理账户 变成经济账户 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于 做经济上的理性决策 心理钱包 是我们大脑中 想象出的人为划分的账户 而经济账户是指 我们真实发生的交易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我们在微信上 抢朋友发的红包 如果能抢到三五块钱 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但如果真有朋友 在现实生活中 给你三五块钱 你可能觉得 也没什么 但从经济钱包的角度来看 其实啊 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再来举个例子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探问志愿者如果打算去听 一场两百块钱门票的音乐会 但出门时发现丢了两百块钱的电话卡 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呢 大部分人表示愿意 但如果把情况变一下 是把门票丢了 要再花两百块钱买门票 是否还愿意去听呢 结果是 大部分人都说不想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 丢了电话卡和门票 实际的损失都是两百块 但人们的第一反应是 花四百块钱去听一次音乐会 当然觉得不划算了 把心理钱包变成经济钱包 就是让我们把这种 附带情感的消费和投资 转换成冷冰冰的数字之后 再去做决定 这样才能回归客观 比如有个人选择每天打车上班 而不是自己买一辆车 大多数人会表示不理解 因为我们的心理会认为 每天打车是一种奢侈的消费 可实际上 这个人仔细地计算 对比了打车和买车的费用后 发现还是打车更省钱 也更安全和省时间 因为停车费 油费 保养费加起来 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这就是根据经济账户 做出的理性决策 好 那以上我们讲了三个 避免非理性决策的方法 了解大脑的操作原理 除了能帮我们做出理性的决策版 其实还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生体验 作者发现 人对于一件事体验的评价 往往和这件事的峰之时刻和结束时刻 带给我们的感受有关 这个评价还会影响到下一步的决策 他把这种情况争之为 峰中定律 峰就是峰值的峰 中就是终点的中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 卡尼曼做了一个著名的冰手实验 他找来几位实验志愿者 让他们把手进入到冰水中 告诉他们这个实验要持续三次 为志愿者准备的冰水温度 可能会让人略微感觉到有一些疼痛 但可以忍受 第一次实验时 志愿者把手放到冰水里60秒 60秒后研究人员让他们拿出来 第二次实验时 志愿者还是被要求把手放进冰水里60秒 但时间到时 研究人员什么也不说 而是打开了另一个闸门 让温水流入到容器中 这时水温会有所上升 志愿者的疼痛感也被稍稍缓解 这个过程大概会持续30秒 第三次实验 是对之前某次实验的重复 受试者可以自己选择重复哪一次 结果有80%的人选择了第二次90秒的实验 仅仅是因为在实验的最后阶段 他们的感觉更舒服一些 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也是如此 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我们有两个自我 一个自我叫记忆自我 记忆自我会带有更多主观色彩 会放大一个事件中的典型部分扭曲真相 与记忆自我相对应的是经验自我 经验自我记录着我们每时每刻的感受 但无法把这些感受变成记忆长期储存 所以我们的行为决策总是有赖于记忆自我进行判断 从记忆自我的视角来思考事情 比如一部精彩的电影如果烂尾了 我们会说它是一个烂片 而忘记令你惊艳的部分 一段婚姻如果已离婚结束 我们就会认为这段婚姻是失败的 而忽略了曾经给自己带来的美好 对于整个人生 我们也更在意人生的结局 轻视了人生的过程 所以想要提升自己的人生体验 一方面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要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峰值体验 比如在旅行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可以给最后一天多规划一些预算 这样你在回忆这段假期的时候 幸福感可能更强烈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 自己常常被记忆自我主导 当我们意识到某些事情不尽如人意的时候 我们可以启动经验自我 客观地回顾过去发生的点滴美好 让此刻的自己得到慰藉 以为后来的自己做出更好的选择 好 我们今天讲解的这本书是 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丹尼尔·卡尼曼 撰写的心理学书籍 整本书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总是非理性的 我们分成了四个部分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 第一部分我们主要讲了大脑的两个操作系统 系统一和系统二 也就是快思考模式和慢思考模式 相比系统二 系统一几乎是不费什么脑力 所以总是占据着大脑的主动权 但它并不能像系统二一样做出准确的分析 这也是我们人类总是做出非理性决策的根源 在第二部分我们详细讲了 因为系统一的操作所导致的四种主要的直觉陷阱 那就是认知放松陷阱 自动替换陷阱 锚定陷阱和框架陷阱 在第三部分我们提供了三种做出理性决策的方法 合理规避陷阱 建立概率思维和把心理账户转换为经济账户 最后一部分我们从大脑操作原理出发 讲解了如何利用风中效应 用经验自我提升人生体验 希望读完这本书 你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好 思考快也慢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激滑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